這段影片我們要來回答一位學員的問題 他問到說 Affiliate WP 裡頭 要跟 WooCommerce 來做串接的話 是不是只要按照這一頁的說明來做 答案是 是 那第一個當然你就要在 Affiliate WP 裡頭 有個設置 然後Integration這邊 然後把 WooCommerce 的部分打勾 這樣子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以聯盟信息來說 它相當簡單 你要其他的設定 當然要先做好 比方說你的提拨的佣金 你的信 你要怎麼讓人家來申請等等 那個都是前置的作業 可是在串接上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那 下面還有一些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當你打勾之後 你就可以進行測試 你可以試著去 假裝自己是客戶 來購買 購買完 你就會在 Affiliate WP 這一套 底下 有一個 referral 就是看 那個推薦的紀錄 然後在這裡面你就會看到 比方說有一筆推薦的紀錄 這樣子 推廣紀錄 好 那在這邊你直接按這一張訂單 就會進去 就會進到 那個 WooCommerce的訂單 是 它可以互相連結 然後這一張訂單 這邊就會 說明就是 由誰 來 推廣的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 for誰 比方說for Jack 這個 Bitpin是 這一個外掛的作者 所以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 他還提到了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 這個推廣者 他可以給別人一個優惠碼 然後別人填入這個優惠碼之後 這個優惠碼 因為是 這一個 推廣者的 所以這一筆訂單就會 歸到這個推廣者底下 等於說推廣者可以用他 專屬的 推廣碼來做推廣 比方說打幾折 或者是 類似的一種折扣方式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先到 WooCommerce底下的優惠碼去建立一個 你要的 名稱 打幾折或折扣多少錢 什麼時候 到期日到什麼時候 那重點是他 下面有一個叫做 Affiliate Discount 好 那在Affiliate Discount這邊呢 你可以填入 你的推廣者的賬號 那 比方說你填入 你 你只輸入J 那他就會列出你所有 J開頭的推廣者 像這個 他只輸入P 那就列出所有跟P有關的推廣者 那你就可以選 比方說有Jerry啊 有Jack啊 有 J開頭好幾個 那你就可以從 看你是要選Jerry 還是要選Jack 還是要選James 就是J開頭了 好 那這樣子這一個 優惠碼就會專屬於這個推廣者 好 那這個區域他講的是 每個商品獨特的一個 推廣佣金比例 你如果沒有特地設定的話 那你的比例就是在Affiliate WP 一開始設定那個地方 比方說他預設我記得是20% 但是你現在假設 以這個例子 他這邊有一件T恤 那這件T恤可能利潤比較好 他可以提播出比較高的比例 大於20% 那要怎麼做呢 可以做到 在賣出這一件T恤的時候 只要 就可以播出比較高的比例 你可以在 這個商品 底下這個一般 這裡面 有設定產品編號SKU嘛 把這個畫面 放大一點 那在SKU碼下面 有定價嘛 比方說他這個價格是定100 那在下面這邊有一個Affiliate Rate 他是定30% 然後 Affiliate Rate下面還有一個 Disable Reflow 就是 如果你打勾 他就 不會給推廣佣金 也是這一件衣服完全不給 佣金給推廣者 那這邊的說明 他提到 當然你如果不想給 你也可以設定 0% 那跟 打勾去停用 播放佣金的意思是一樣的 好 所以這段影片 回答 這個問題 就為你做到這裡 再按 置一步 按 披薄 按 感谢观看